见过总理李光耀的女儿李伟玲医生的丧礼今天举行 多名亲友和公众陆续抵达调宴 并感谢她的付出和贡献 记者蔡可汉报道 李伟玲的灵堂下午2点开放 大约20名亲友陆续抵达 包括她的侄子 国务资政李显龙的儿子李毅鹏 以及李显阳的次子李环武 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策部长张志贤 外交部前高级政务部长再诺 多名医疗界的同行 以及曾经与她有过接触的公众 你知不知道 它带着我们到处备了 当我在晨晨晨晨晨 她会来 我会去看她 她会去看她 她会去看她 她会去看什么 但她会说 谢谢 你知道这是她的想法 这是我今天来来看她 当我听到她的历史 我会去看她 位于三楼的灵堂布置简单 以白色和淡黄色为主调 还有鲜花点缀 营造出宁静平和的氛围 据观察 桑里没有采用任何宗教仪式 李伟玲平就在新加坡殡仪馆三天 直到星期六下午一点 遗体将在星期六下午2点45分 在万里火化厂第四天火化 新传媒新闻记者蔡可汉报道